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次我們過來希臘的雅典 除了旅行逛景點之外 還有一件事要辦 就是陪朋友過來買樓投資移民 買希臘的護照 在雅典分為幾個大區 主區的投資房價就是50萬歐元一套 而我們看的都是周邊的區 25萬歐元一套 對比了幾套之後 朋友就看對了這套面海的25萬的樓 買了它之後 一家三代就可以拿希臘的永居 房價低沒有居住的要求 買了之後就可以交給別人代管理 朋友買樓的目的 第一就是想拿的歐盟護照周圍去旅行方便 第二就是想他的子女以華僑生的身份 回來國內參加高考 換了個身份就可以以超級低的分數來讀清華北大 我住的這套也是之前客人投資買了的 現在就裝修成民宿 被人代理出租 出租的匯報率就是3.5-4之間 高於全銀行 如果過來希臘旅行的話 租住這些民宿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價格不貴 裡面配套設施非常齊全 你們看看冰箱裡面還準備了不少食材 芝士火腿 希臘酸奶 抗暖水果汁鮮奶 各樣都有 還有各種廚具 各樣俱全 如果吃不慣西餐的自己煮中餐吃也是非常方便 生活習慣和文化上都有很大的差異 你們看看是希臘 他們用的衛生間 洗澡房只有一半玻璃 開頭我還以為他們少裝修 原來一搏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一洗澡水就彈到周圍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設計呢 民宿還準備了水果麵包和咖啡 非常周到 朋友說他所買的樓 到時他也會以這種民宿的方式來出租 來了希臘幾天 大家都對中餐非常懷念 我們一於去在雅電最高大上的中餐廳裡吃一頓飯 看看在雅電這麼高大上的中餐廳裡吃一頓飯 要消費多少錢 就是這間亞洲美食城 這間中餐廳在雅電市非常有名 老闆就是一名從溫州移民過來的人 餐廳的名字叫做亞洲美食城 顧名思義在他這間店裡 你可以吃到很多地方不同的亞洲美食 雖然老闆是溫州人 但在他這裡你就可以吃到廣式的點心 店裡掛著這幾個字 民以食為天 這間店的裝修相當有中國的色彩 一進入這個門口 左右兩邊就是兩隻獅子 跟著左向前望 就是一個大的遲造的梨立佛 中陽的風水寓意 開門見佛 收餐桌的位置 就用了金色的色彩來裝飾 過來這間店吃飯之前 我們就自帶了一支氣泡酒 當我們想在這裡開這支氣泡酒的時候 裡面的服務員就說在這個餐廳裡 是不可以開除了他們這裡買的酒以外的酒精飲品 原因就是怕著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不過我們就用中文和老闆親自交流 老闆一見到是中國人 因然同意了 服務員是希臘人 他按照公司的規定做事是沒有任何錯的 店裡的裝修非常簡潔 今天我們喝的這支就是意大利的Prosecco 鑽石版本 這支酒應該稱它為氣泡酒 朋友說只有發過香檳產區產的氣泡酒 才可以叫做香檳 其他的產區一般都叫做氣泡酒 我和朋友就對這個裝酒盾的架非常感興趣 它就可以很穩陣地掛在桌邊 我們就立刻照著架來搜一下 過濾購網網上面搜不到 我也第一次見 穩不穩陣 穩陣就靠這支架 我已經拍攝了時間 回家叫火機 我們以後找一隻關 如果有朋友知道這個架在哪裡買的 麻煩可不可以告訴我 很舒服 很舒服 吃東西的話也不錯 肯定沒有廣州的餐廳 朋友點了菜 我就繼續在餐館裡逛逛逛 店裡也有不少古香古式的中式傢俬 用肉做的秀土 今天老闆自己親自坐鎮 和他聊天的時候就看到了他們這一碟包 巧克力饅頭 巧克力的裡面包豆沙 中西結合 能不能給我一個巧克力豆沙的嘗一嘗 哪一個 這些包就是他們的希臘員工自己做來吃的 包皮就是用朱古力來拆的 裡面包住的就是我們中國的豆沙餡 中西結合 第一次吃這樣的包 這間中餐廳 他們是不會提供免費的水給你喝的 亦都沒有我們所熟悉的熱茶 買一支這樣的礦泉水就是三歐元 看看這個溫州老闆的菜品出品如何 這個蟹的做法就類似於我們潮州的生煙 香酥排骨 香酥排骨 給我的感覺就是炸排骨 炸到表皮乾一點 入口是有香酥的感覺 這個菜送走一流 下點的豬肉吃起來很美味 好呀 好呀 越來越香的還搭麵 還搭麵 還搭麵 深麵 第一次吃什麼 不再一個味道 不再一個味道 哪更好吃一點 各有各 它這個看得酸 這個桃桃的生煙蟹 好 桃桃的偏鹹偏辣 蒜頭鍋 嗯 蒜頭鍋 好多新鮮呢 加很多蒜頭 蒜頭和香菜 嗯 大蒜 加不加 今天我們這一桌是各條戰線的精英 哈哈哈哈 我們這班中國人始終都是有著一個中國胃啊 一碗的水果清湯味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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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籠就是老闆說是他們這裡自己做的叉燒包 從外形來看 絕對不是港式的傳統叉燒包 在國外食中餐就肯定不可以與廣州相提並論 我想這個應該稱之為滷肉包就更加適合 裡面的肉有滷的挺香的 哦 這是本文化的區別 哦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 魚餅 魚餅 溫州魚餅 嗯 很生氣 來 政府再延長一下 甘草 竟然在希臘的雅典都可以吃到廣東的河粉 嘗嘗味道如何 我們做移民的王種 以前柳河做過兼聚餐的 我們就稱它為老聚餐 怎麼看的 看得出是老聚餐 看得出這個手勢 很亏的 可粉炒得不斷 入口有幾塊鍋氣 很香 溫州魚餅 味道我都覺得跟魚丸差不多 不過就做成了餅的形狀 吃的時候點豉油吃 亚洲美食 真是各个地方的菜都可以吃到 这个是酸菜鱼 酸菜鱼 没放辣椒 真是酸菜 不放辣 这个就是江浙的名菜东波肉 非常讲求浓油赤醬 在希腊如果中国人自己买那些大骨的猪的部分 回来自己做 是超级便宜超级抵食 东波肉入口咸甜相结合 肥而不理 味道不错 酸菜鱼的整法 和我们国内的整法完全不一样 没放辣椒就放了大块的青瓜 不过希腊的鱼很好吃 干边豆角 我们一边吃着中餐 一边听着英文的浪漫歌曲 出行的朋友都说吃了几餐西餐之后 始终都是吃回中餐 最苦他们的心 灯笼椒炒牛肉 里面还放了几条干的红辣椒 微微的辣炒出来就好吃很多 在希腊食材真的不差 海鲜和各种肉类应有尽有 尤其是酒和肉在这里就很便宜 我们大家都开玩笑 在希腊最适宜的就是喝酒吃肉 最后上来的就是希腊橙的本地的金 入口汁水有多有甜 味道就类似于我们吃开的碰金 酸甜适中非常好吃 今天这一餐我们一共五个人 消费了201元欧元 相当于人民币1500元左右 在雅典如果过来这间店吃中餐的话 都算是比较奢侈的消费了 今天的视频陪朋友在雅典看楼买楼 在雅典最高大常的中餐厅中用中餐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喜欢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多谢你们的支持